大家有玩过躲猫猫的游戏吗? 就是有一个猎人要捕捉藏起来的小猫咪 这游戏既是紧张又刺激 是每个小朋友都爱玩的游戏 这不仅让我联想到在旧约里 当亚当已经下娃吃了禁锅后 他们躲避神的那种光景 在我们每日的生活中 我们常常也不止 不知不觉的就成为亚当以及夏娃勒 我们躲避神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 但往往是我们没有做了什么 我们的心里常常就会不知觉的 有控告的声音 暗示我们为什么没有祷告 没有读神的话 为什么没有去传福音等等 虽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可是总是没有能力去对抗 那外来的属灵攻击 久而久之的 我们也渐渐认为 被攻击是正常的 只要不是被攻击得太厉害就好了 我们也懒得反击 最后就选择了逃避 但我们逃避神 不是说就不来教会了 我们仍然来教会 甚至参加教会的侍奉 但就是在灵里面的躲避神 除了躲避神 我们也常常躲避生命中的大小事物 我们常常逃避什么呢 神造我们 给了我们多重的身份 我们可以是学生 老师 父母 儿女 上司 下属 或是丈夫 妻子 在个别的角色里 我们的责任都不同 但 人常常不想当当某些责任的时候 他们就选择逃避 许多父母无法与孩子沟通 尤其是在叛逆期的孩子 是最难理解和沟通的 当父母无法承受孩子的无理取闹的时候 他们就逃避 管教孩子 就把孩子交给辅导员 老师 甚至是女佣来处理 除了逃避责任 我们也常常逃避社会的压力 学生逃避学业的压力 同学的比较等等 来到社会 就逃避老板给的压力 同事的明争暗斗 好像永远有躲不完的压力和抨击 甚至回到家中 还要继续承受父母的老刀 以及孩子品行问题 以及课业的压力 有些甚至无法忍受伴侣给的压力 最后以离婚收场 人会使我们失望 我们情有可原地逃避他们 但爱我们的主 总是耐心地等我们回转 那为什么我们还常常逃避他 掖面不看他呢 现实是我们无法逃避的 例如当疾病残生的时候 我们是不能逃避 不去面对就会解决的 相反的 我们若愿意正视病痛 接受治疗 愿意来到神面前祷告 寻求肉体以及心灵的医治的话 神不会不理睬我们的 我们是如何逃避呢 人最常逃避现实的方法 就是沉迷于电脑游戏 流浪网页 或是社交媒体 这些能使人忘却现实 带来给人精神上的折磨 又或者 严重想逃避现实的人 甚至会去染上不良嗜好 如赌博 抽烟 以及酗酒 严重的话 可能还会吸毒犯法 这些纵然 能使人暂时忘却现实的残酷 但却不能填补心灵的空虚 有些信徒甚至逃避上帝 因为他们不愿意顺服神 因为知道神所喜悦的是什么 却不去行 神不喜悦的 导要去行 心灵受到很多控告后 选择逃跑 过我行我素的生活 约纳就是在圣经里 逃离神的一个典型人物 我相信大家都对约纳的故事很熟悉 当神呼叫约纳去 尼尼威大臣传福音的时候 约纳不愿意顺服神 竟然还逃跑躲避神 当约纳在船只上碰到巨浪的时候 看似神离弃了他 要将他扔入海中遗弃他 但神却安排了一条大鱼 来吞了约纳 在人的眼里 神好像厌恶约纳 要灭绝他 但在大鱼的度负的三日三夜里 神其实是要炼净约纳 约纳二章说道 约纳在渔腹中祷告耶和华 他的神说 我遭遇患难 穷告耶和华 你就应语我 从阴间的深处呼求 你就俯听我的声音 你将我投下深渊 就是海的深处 大水环绕我 你的波浪 红涛都慢过我身 我说 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 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 珠水环绕我 几乎淹没我 深渊围住我 海草缠绕我的头 我下到山根 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 耶和华 我的神啊 你却将我的性命 从坑中救出来 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 我就想念耶和华 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 打到你的面前 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 离弃恋爱他们的主 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 献祭于你 我所许的愿 我必偿还 救恩出于耶和华 耶和华吩咐于 于就把约纳吐在汉地上 之后约纳就顺服神 并且前往尼尼威大城 叫他们悔改 离开恶道 他们就顺服了 神也后悔 不将灾祸领到他们 我们是不是常常像约纳一样 逃避神 直到神来干涉我们的生命 将我们的生命推到一个绝境的地步 我们才恍然大悟 愿意降服于神 我们真正该逃避的是什么呢 圣经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说到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 同纳清新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 信德 忍爱 和平 我们常常血气方刚 其实有很多的事 若我们晓得如何靠着圣灵来应付 都能被解决的 我们应当逃避恼怒的灵 许多人不能控制怒气 亦遇到不合理的事 就破口大骂 为了要保护自己 他们就用声量大来掩饰自己的脆弱 这其实也是一种逃避自我 逃避神的表现 我们应当逃避担忧的灵 许多人常常启人忧天 事情还没有发生 就已经很悲观地认为事情必定会发生 厄运必定会来到 就是因为这样 常常错过在神里面所赐的喜乐 以及平安的灵 菲利比书四章六节 应当一无怪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 我们应当逃避 嚣张自满的灵 人常常被所发明的高科技 而赞叹不移 人随处可得的资讯 使人更加倾向于科技 而藐视神的真理 人以为什么事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当事与愿违时 我们才发现自己的骄傲 常常阻挡我们来寻求神 查验祂的美意 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六节 在人这是不能的 在神反事都能 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 我们原以为我们所安排的 事是最妥当的 可是神的安排 却超乎我们的意料 最后我们应当逃避懒惰的灵 我们常常找借口说 我们的工作太繁忙了 没有多余的时间亲近神 但当我们审查自己一天的生活的时候 我们有多余的时间 也只想什么都不做 只想躺在床上 滑手机 追寒剧 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 殷勤不可懒惰 要心里火热 常常服侍主 让我们成为智慧人 常常能够坦然无惧 面对面与神摔跤 这人是有福的 让我们不做逃兵 乃是常常将问题带来神的面前 清心吐意 不再逃避神的面 乃是渴望天天地遇见他 我们的狼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